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侑 我是Emily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想要给大家分享 自己会比较经常穿的 然后服装搭配 然后我是主要分享 怎么搭配老爹鞋 我呢是主要是分享 如何搭配这个衬衫和西裤 老爹神大概就是一种 比较复古的一款运动鞋 然后比较笨拙笨重 超级 肿肿的那种 对然后这个根特别厚 所以叫老爹鞋 它其实应该是 会嫌你的小腿特别细的 所以小腿细的女生穿 会比较好看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手里这两款老爹鞋 第一款是这款椰子500 这是第一款 对 就是也是比较火的一款颜色 它后面还有那个黄色的那种 我觉得太黄了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百搭一些 对因为它米黄色 就不会显得特别 就是特别白 然后米黄色 就跟你的肤色比较贴近 然后它的根其实 并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你现在看它是有这么多吧 但其实它里面的话 可能只有这么多 所以不太能增高 就是我教大家一个 怎么去买鞋 最后可以买到正经size的 不管它的size 会不会偏马 只要你记住 你自己脚的厘米数 不会买错的 Gucci这一双老爹鞋 我在网上查 它在官网的时候 它自己的鞋跟 是有五厘米高的 五厘米 五厘米高的 我看不出来 大概是这么多 是有五厘米高 但它实际上好像只有三厘米 然后这双鞋 我特别喜欢它的鞋型 就特别好看 我觉得它是老爹鞋里 最好看的一双鞋了 它是全皮的 它是表面很光滑 对对对 它也是拟白色的 所以就不像白色那么眨眼 然后也不容易显脏 它里面也特别软 所以你穿上之后 特别的舒服 然后一点都不抹脚 我穿到现在 我也光脚穿过 但是一点都不抹脚 然后它这边 会有不同的设计 它有一个长方形logo 那个我觉得比较好看 设计都特别奇怪 甚至就是什么大红唇 然后伸出一根蛇头来 特奇怪 我觉得我接受不太了 感觉这双是比那双 要修型 修嘴型 对对对对 就这双非常的扁平 就没有斜型 很宽 这么一看 对非常宽 然后这双就非常秀气 非常就是有线条的感觉 对有线条 这双人就是个大扁鱼一样 但它还是很好看 我还是很喜欢这双 所以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西裤 有三条吧 就是在同一个品牌买的 它是Arisia 它是加拿大的一个品牌 是上次分享的一个 自从我在它纽约那个实体店买过一条西裤以后呢 我就特别合身 然后它就非常修身嘛 就是也不紧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太紧不舒服 而且吃饭什么都觉得卡着你知道吗 爆炸 对爆炸 然后就这个就穿的又舒服又修身 然后正好长短是非常非常perfect 正好到那个我的脚腕这边 所以我趁它去年年底打住的时候 又在网上买了两条 所以我现在手上呢 拿的分别是三条西裤 然后这三条的材质 都是非常顺滑的那种丝绸的感觉 对但是就是我挑了三个 我觉得都很百搭的颜色 这三条裤子 就是它的裤脚 这条裸色的是有这种收脚管的那个松紧带 然后其他两个就是很顺的顺下去的那种 就是直筒 直筒的那种脚管 然后都还蛮高腰的 然后这一款是唯一前面也是有松紧带的感觉的 就是可以稍微休闲一点 可以穿这个 就如果是太正式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前面是那种看不出来 看上去比较平整 然后它这边有一些西裤的那种细节的设计在 在这些这个比方 所以从正面看就这款会比较的正顺 对顺调一点就正式点 然后这个这款你看前面 其实跟刚刚那款灰粉色特别像 但是又多了几条折皱在这边 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那这一套衣服呢 主要是来搭配椰子500这双鞋 我选择的同一色系的外套还有裙子 里面搭配了一个长袖的白色高领 这整体显得比较完整 然后搭配了一个紫浆红的包包 因为这个颜色这个色系 比较适合过度的时间来穿 我选择这个比较宽松的这种款式的西装外套 是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正式 比较适合去搭我这个非常街头 并且休闲风格这种鞋子 然后我还加了一双同色型的袜子 就让这个鞋到你的腿部有一个过度 不会那么的生硬 然后也是有一些延伸效果的 而且这种厚重的鞋 其实不穿袜子会非常的难看 所以第一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新尝试 并且非常喜欢的一个穿搭 这个穿搭呢 主要就是白衬衫配黑色高领 加上浅灰色的西裤和黑色的鞋子 整体就是非常简洁和简约的一个风格 如果你觉得整体看上去比较素的话 你可以在外面搭配一个格子的西装 增加一个不同的色彩 从耳环开始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非常夸张的 金属感比较强的大一些的耳环 可以来修饰我的脸型 搭配老爹鞋呢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日常休闲的搭配方式 里面穿了一个白色的T恤 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破洞的牛仔裤 再搭配一种这种杏色尼容的西装外套 这双鞋其实来说是非常容易搭衣服的 因为它本身特别的好看 然后搭配一个比较同色系的这种杏色的包包 加了一个小毛球 还增加了一丝火铺 第二套我要分享的呢 是白色的比顶长袖 来搭配这个灰粉色的西裤 这一套呢就会偏女性和性感一些 第一点就是这个大比领的设计 会修长你的肩和脖子的这个线条 它可以拉长你的脖子 第二就是它是一个绑扎式的上衣 可以凸显你的腰线 然后它这样的设计非常适合挨笑的人穿 第三的话就是这个泡泡术的设计 就是深得我心 它可以来修饰我手臂的长度 所以这件上衣完全就是隐藏了我上身所有的缺点 项链我戴的是Gorhana的这条有星星的项链 如果你们有知道APM的话 那么其实这款项链非常像APM的那一款星星项链 接下来这一套呢是运动风 这个上衣呢我还是刚才第一套的上衣 但是我把它给系起来了 中间这一条呢正好露出来的是 腰上最瘦的那一部分 对就显得你的腿下半身比较长 搭配一个这种健身裤呢 就显得非常的运动 这件外套呢就是我出镜率特别高 特别高的一件羽绒服 然后一整套都是白色 然后加上脚底的白色就显得一整套特别的干净 这套搭配呢主要是为了搭这个铁色的西裤 然后我保留了刚刚那一套的那个黑色的高领的打底衫 然后外面就配了一件非常简单大方的卡其颜色的衣服 给它看一下我的耳环 你的耳环非常的重要 可以把整个衣服的感觉和style全部都带出来 所以下面呢我特别是搭了一双深棕色的loafers 我这一套呢穿了一个迷彩的短裙 然后搭配了一个滴辣的包包 然后上面呢穿了一个半高领的打底衫 我这个人的脖子比较短 所以我穿那种高领打底衫会显得我的脖子特别短 但是这种半高领的呢就会好一些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style就是非常的有点非主流 非主流满非主流 我胸啊就露腰啊什么 现在我就不能说 现在腰疼腿疼 好 我们下期再见